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朋友都知道啊 一般是这个红色的 但它也有黑色的这个树莓也有啊 那它用树莓一般都指的是红色的 加上蓝莓或者你黑色的没有问题啊 说这个树莓和蓝莓呢 它们里边都含有这个 阿斯匹林药片里边治疗心脏病的这个去痛的成分水洋酸 所以这两种呢 这个浆果里边都有这个水洋酸的这个成分 那这个成分呢 是有这个去痛的作用 而这个水洋酸呢 是在这个阿斯匹林这个药片里边呢 就是会用到了这个 那它这个水果这个浆果是具有消炎作用的 但是呢 阿斯匹林如果你长期吃这个阿斯匹林是一个醋炎的 所以药呢 其实就是如果你是长期吃药的人呢 其实你的身体的问题会很多的啊 然后呢 它还用到了苹果汁 那建议我们是买这种玻璃瓶装的 因为这种罐装的哈 一般都是这个 是用这个金属做的哈 或者是塑料的哈 所以这些东西呢 对我们人体呢 都不是很健康 所以我们要选这种 一个玻璃罐装 所以我们自己家里边 如果大家在家里边 比如说喝水呀 或者是 我以前跟大家也强调过 就是你盛食物的饭盒啊 尽量的都去用这种玻璃的啊 或者是这种陶瓷的 减少这种塑料的呀 或者其他的这种 这种金属类的东西 那它这个食材呢 是一个8到12人的 然后用这个苹果汁 还有一个叫石花菜 就是在右上角的这个图片哈 它英文就是阿嘎 那这个阿嘎呢 就是这个石花菜呢 是一种海藻 就是海里边的哈 就是天然的东西 那这个东西呢 就是一种可以 增愁的 或者就有点像明胶的作用 但是它呢 是一个天然的哈 然后你可以用这个石花菜 然后呢 葛根粉 很多朋友也都 南方朋友可能都比较知道 这个熟悉这种葛根粉哈 然后呢 在用这种液体的蜂蜜 但是呢 就是一定购买的时候 它是没有高温消毒过的 它的那个活性酶 还是在里边的 有很多营养没有被这种削 就是高温给它削掉哈 然后有蓝莓 然后 碧根果 那碧根果是就是 如果可能有的朋友对这个名字不太熟悉 就是比我们的中国人吃的这种核桃 长一些的 也是一种核桃啊 是每周的这种核桃 它的形状就是长一些 我们的核桃呢 就是圆一些 而它的颜色也稍微深一些 那么这个碧根果 然后呢 用这个薯莓 那制作呢 它是用苹果汁和这个石花菜呢 先去把它煮开以后慢慢的去煮 因为石花菜呢 它是这种金 就是这个片状的哈 就是你要去把它慢慢的去化开 所以化开之后呢 然后呢 加入这个蜂蜜和葛根粉 然后不停的去搅拌啊 然后融在一起 等煮好之后呢 然后你就把其他的这个 加入你的蓝莓拌匀 然后在做这种派的时候 你的下边的底部呢 一般都会有比较硬的 比如说像饼干一样的这种 比较厚的面粉做的东西哈 它这个呢 石库呢 就是用 呃 碧根果 把这碧根果呢 掰碎了之后呢 把它压实 就起到了一个拖的作用 压实之后呢 就把这个煮好的 这些混合的这些东西呢 倒进去 然后放在冰箱冷藏 然后两小时之后你就可以享用了 好 那另外一个呢 是姜饼 呃 那这个呢 就是她 为什么叫祖母姜饼 因为是她的祖母 她的奶奶的一个食谱 那大家可能 呃 在这边住的时间长呢 很多朋友可能都知道我们 就是在圣诞节期间 哈 的传统呢 就是姜饼哈 呃 呃 英文就jinger bread 哈 那这个呢 就是呃 生姜 我们也平时我们华人也用的比较多哈 生姜呢 确实是具有这种消炎作用的 然后呢 这个又是跟甜点呢 合在一起呢 就让 呃 比如说小朋友啊 更多的就人呢 都比较 在这个期间呢 就会吃的这种生姜呢 会多一点哈 所以用这个食材 然后他这个呢 是做出24个这个姜饼的 用的是一种杏仁酱 然后肉桂粉 姜粉 然后还有杏仁粉 啊 我在这个地方呢 就是强调一下 因为在群里边哈 有朋友说这两天说到这个 亚麻子粉哈 亚麻子粉呢 就是 亚麻子我一直跟大家说强调 就是你自己要买紫 当然你最好买这种有机的哈 就是如果你的经济许可的话 你买最好的就吃有机的食品嘛 买有机的亚麻子 然后回来之后自己打粉 一定不要买商店的粉 因为这个粉呢 打开打过之后呢 里边是 大家知道是 里边是有油的哈 在外边它打过之后 这个油就会在空气中 然后就会受到这个氧化 而且呢 你不知道 它是不是低温在保存哈 很多的那个粉呢 它不会说给你放在冷柜里面去保存 所以呢 这个油呢 就会变味的 所以呢 我们就是不去买 这个亚麻子粉 去买亚麻子 买了亚麻子 你自己在家里面去 你每次呢 就是少打一点哈 可以吃 比如说一个月之内的 放到冰箱里面 把它就是封闭好 密闭的盖好 然后呢 亚麻子粉 可以用这样的亚麻子粉 经常去吃 还有呢 它这个地方 也用到刚才提到的这种蜂蜜 用了一个香草精来提这个味道 然后呢 用了一个杏仁碎片做装饰 那这个烤箱预热之后呢 它上面所有的食材混在一起以后呢 把它揉成了面团 然后把它分成24份 然后把它再压成就是这个饼 24个饼 24张饼 上面再撒上这个杏仁碎片 然后烤12分钟就可以 最后呢 就成功了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也可以在圣诞节的时候 也可以试一试它的 朱利的这个配方 好 那我今天呢 主要是跟大家分享的是 这个美国的一个 一个在研究这个天然食物 天然健康食物的一个研究人员 他叫Brian Brian Vacilli Vacilli 这样的人 他呢 马上会有一个 我最近呢 就收到他的信息呢 就是有很多的 介绍他的 然后呢 他马上会开一个这个峰会 然后这个峰会呢 就是更年轻更长寿的 这样一个峰会 如果我们在座的有朋友呢 比如说英文不错 想听一听 这个都是免费的 想听一听呢 我可以把这个链接发给你 然后你可以就是注册进去 然后他会有一些免费的信息给你 比如说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他的信息呢 就是我收到的免费的信息 我说正好我可以跟大家分享 分享 所以他呢 是自己有自己的一个网站 叫抗衰老艺术 然后呢这个峰会 所以我不太清楚 他是每 是不是每年都有啊 今年他是有会采访 22位这个健康方面的 一般基本上都是医学界的 医生呢 就是在某一个行 某一个领域 比较就是有一些 比较就是带头作用的 或者在某方面呢 有一些成就的 所以他是22位医生 然后他自己呢 是主张就是反对说人老话 因为这个老没有这个老话 这样的一种说法 所以他是反对这种说法 他也是反对大家有什么 负面的就做法 还有呢就是负能量 这个也是他反对 所以大家都是要有正能量的思想 还有呢他就是推广的这些 包括他的就是他所说的这些 对今天的这些方式 就是减少疼痛的这些方式 都是有科研基础的 都是经过研究发现 有什么什么 所以呢他的这些信息 就是都是很可信的 那就是这个呢 是他要就是从他的这个文章里 一本书里面 其实是一本书里面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那在分享之前呢 其实我想再问一下 跟大家沟通一下 大家就是对这个减少这个疼痛 有什么样的一些做法 除了吃药之外 你自己是平时是怎么做的 如果你有这种疼痛出现的时候 或者你的家人有疼痛出现的时候 你是怎么做的 大家可以在这个聊天框 可以就是跟我分享 所以给大家点时间 大家可以分享一下 你如果你的或者你的家里人有这样的情况 或者你个人有这样的情况出现的时候 你是平时是怎么做的 不要说吃药 吃药这个我们可以去不去考虑 我就想知道大家平时是有什么更天然的方式吧 给大家一点时间 大家也看到了我就是接下来呢 会分享的哈 你也可以做一个参考 不知道这个里边有没有你会平时用到的一些方式 好 有朋友说会用到按摩 热敷 对 这种方式 还有呢 就是睡觉睡好觉很好 洗热水早 喝热水 很好 对都可以起到 怎么很好 对 这个很好 说热水早 喝热水 这个 这个Briant还没有提到这个哈 瑜伽 对 葛根粉 其实有朋友问到葛根粉 在卧台 葛根粉其实在华人的超市 有的 我是在多伦多 所以我是知道华人超市有的 有朋友说休息 用上施膏 我希望你这个施膏也是很 这个草药类的吧 伤膏也是草药类的 比较天然的东西 啊 很好 非常感谢大家 那这个 Briant呢 他分享的就是前三种哈 他是这样子 就是说 大家看第四个呢 就是指的这个Body Mind Spirit 如果不懂英文呢 就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Body 是身体哈 就是如果一个人能够身体健康呢 就是你不仅仅是 你不生病 啊 然后其实你最 和谐就是你的体内呢 就是所有的方面都是很和谐的 就身体和你的心灵和你的精神三方面是和谐统一的 然后呢达到一种体内的平衡 那这个体呢 也平衡呢 就是这个homeostasis 啊 所以呢这个呢就是我们包括我呢 作为营养师 我的整个的这种培训的过程啊 我目前所推广的我们都是这样的一种方式 就是我们要做到Body Mind Spirit和谐统一 所以呢比如说除了就是饮食方面啊 还要就是强调你的锻炼啊 还要强调你必须有精神寄托啊 比如说你的家庭关系啊和睦啊 个人交人际关系啊也不错 所以呢整个我们是强调这样的呢 才是一个啊完整的健康的一个人啊 所以呢今天呢他介绍的也是这三个方面 所以呢一个是从饮食方面 再一个呢就是从身体的啊 跟我们身体能接触到的用我们的身体去做的一些事情啊 包括刚才朋友分享到了冷热服啊 锻炼啊睡觉啊这些按摩啊 再一个就是精神层面的啊 那包括我们的大家我们华人的这种太极 还有现在很多人呢都练这个瑜伽 都是对我们精神层面 除了我们能增强我们的体质以外 让我们的身体变得更健康 其实从精神方面也是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 比如说我们练太极的时候 你会觉得你的精力变好了 然后呢你的专注力更强了 因为你练的时候你必须很专注的 那瑜伽也是呀 他瑜伽他还包括一些呼吸法呀 然后让你一些伸展呀 所以呢整个呢除了体质方面呢 你还有一种专注力的这种训练 另外呢还有其他的这种疗法呢 我再接下来呢还会跟大家分享 那我自己呢最后一条呢 是我自己的口头禅啊 那我一般都是会说 吃好水好锻炼好 同时还要有心情好 你才能达到这种体内的平衡 才能做到一个完美的 完好的一个 完整的一个健康的一个人 一个身体 一个人吧不光是这个身体 好那我们看的那就是说 这个Brian呢这个下面的信息呢 就是说Brian分享的 右边的截图的 说这个我们很多人呢 都是吃了这个销炎的食物之后呢 都觉得非常的受益 然后因为呢就是有很多这个食物呢 是有具有这样的药效的 所以呢比如说我们都知道这种草药 很多人吃这个野菜 所以我们的这个蔬菜呢 其实都是植物啊 所以呢只是我们后来加养了之后呢 它的这种药效呢就是降低了 我们降低了一些毒性 其实药效呢就是也带着一些毒性 所以我们加养的这个种的这个菜呢 慢慢的就是它的药效 它的毒性降低了 那其他的营养增加了 那如果用纯天然比如说草药呢 它其实是带一些毒性 但是它的药性也很强的 那我们就是如果你选取了 改变你自己的这种饮食方式呢 你就会减少你的这个炎症的这个出现 你也会减轻你的这个炎症 那在他分享在2019年 有一个这个CLIFLAND 这个诊所的一个研究 那认为这个就是炎症除了能够让我们这个引起疼痛之外呢 另外呢还会增加我们的这种心脏病啊 中风啊还有大脑疾病的这种风险 所以呢就如果你能够去控制这些呢 你就可以抑制你会发展成一种慢性的这种疼痛 那有一些食物呢 我们知道呢就是大家也都知道 有一些说是醋炎食物 还有一些是消炎食物 比如说我上两讲呢就跟大家分享的 朱利营养师的食谱呢 它是围绕的这种消炎来讲呢 用了很多这种天然的纯天然的这种食物 那都是这个消炎食物 我们很多人肯定平时自己也在家里也都知道啊 怎么用一些 那我们建议呢 就是这个也是CLIFLAND的这个诊所的 2019年的这个报告呢 也是很多医生建议呢 每天我们要吃到八种以上的这个水 所以就是它是按份 一份八份以上的这个蔬菜每天吃到 那呢就是最好呢就是各种颜色的 颜色呢越多呢就是它的营养呢就是越丰富 而且呢我的强调呢是种类 你要吃到五种至少是五种以上的 所以呢五种蔬菜呢就是其实呢非常简单 如果大家有的朋友可能自己种一点菜的话 你就是你要种的多样性一点啊 比如说我今天这一盘菜呢 我可以去摘点就是生菜 同时呢就是这个大的叶子的生菜 那同时我也有芋衣甘蓝 我也有西红柿 我也有黄瓜 那这个加起来都已经有四五种了 所以呢对我们大家来说呢 其实满足这个四五种菜这个种类呢是非常的简单 然后呢另外呢就是把你的量 这个是我跟大家从第一讲的时候 我们现在都讲第24讲 第一讲就跟大家强调你一顿饭的这个蔬菜的量 要达到百至少百分之六十 那呢你的这个身体里边的这种营养呢就会提供的更充分一些 好那他分享的这个食物里边呢就是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可以说是个草药的哈 那说到了这种薰衣草 可能很多朋友都种这个薰衣草 觉得很香啊 然后放在你的衣柜里边放在你的衣服上 还有一些买一些洗衣 洗衣服的这些洗衣液啊都会有这种薰衣草的这个味道的啊 就是特别香 我自己也有一小盆的这种薰衣草 我今天刚知道说是这个开花开拜了之后要把它剪了 然后他会还会继续开 我的呢还没有去剪 所以我必须去剪的让它继续开 然后这个薰衣草呢 它是有减轻这个急性疼痛的作用 这是2015年2016年的这种研究都发现 尤其是对这种外伤还有这种关节炎呢 就是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作用 所以一般的精油都有这样的作用 尤其是这种薰衣草精油 还有呢我们一般用这个精油呢 都是用通过这种按摩啊 或者针灸石头来用啊 来让它的皮肤能够吸收进去 然后进入到皮肤里面进入的体内呢 然后呢可以帮助这个减轻这个疼痛 那这个薰衣草的这种消炎呢 最好的一种方式呢就是说用跟这个佛手杆 就右上角的这种水果 大家一看哈这个形状长的哈 这个皮比较粗糙 有点像那个佛手瓜的那种样子 就是上边就梨的形状了哈 然后呢就是这个皮比较粗糙 然后里边呢像柠檬一样的啊 它叫佛手杆 其实这种水果 我还没太注意 可能在西人的超市 比如Lobloss呀或者Metro 有可能里边也会有啊 下次我要注意一下 然后这个呢可以试一试 而且呢这个佛手根就是说 薰衣草跟这个佛手杆一起 除了减少通度 还可以改善我们的这个情绪哈 这是2014年的一个研究 啊然后呢我们可以这个精油 其实是可以口服 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哈 你买的这个你买精油的时候 你一定要问清楚你的这个精油 是不是只能外用 还是说同时可以口服 所以有时候呢有的精油是不可以口服的哈 所以你大家要搞清楚 然后呢这个2017年的研究 显示说每次啊它是用80毫克的 那会对这个减轻疼痛呢 是有一定的效果啊 那另外呢就有一些 因为这个精油比较香嘛 所以属于一种芳香疗法哈 然后每次呢就是按摩的时候啊 用这个滴上这个10到20滴 然后呢或者你可以 如果你家里边有这个香薰机哈 好像是叫香薰 薰香机还叫什么哈 你可以呢用它去熏一熏哈 家里面喷一喷 还有另外它现在还有很高级的哈 可以有这个珠宝 有这个首饰你可以佩戴 比如说项链呀 耳坠呀或者手环呀 这样的东西哈 你可以经常闻到它 这也是不错的 那另外一个是叫辣椒素 啊我们喜欢吃辣的朋友肯定就觉得 哎这个东西说对了 经常吃辣辣子呢 我就知道辣子呢 曾经有用这个辣椒素做这个减肥产品哈 就是按摩的那个乳霜里面是有这个辣椒 然后就是比如说捡肚子 捡那个脂肪然后就去按摩去去揉哈 你的脂肪就你的皮肤就感觉到火辣辣的哈 所以辣椒素确实是很有作用的 2011年的这种研究呢 认为这个辣椒素呢是非常强效的这个作用 它是通过这个医生给开的这种 像一个就贴的一种药片哈 这里边是带有这种辣椒素的 然后另外呢就是这种卡研辣椒 卡研辣椒是南美洲的一种红色的哈 这种卡研辣椒 它的呢这种药效呢是非常明显的 所以呢我是其实还买了这个卡研辣椒的籽 但是我种的这个时间不对哈 就都没有长出来 所以呢就是我都不知道 我的这些卡研辣椒的籽有没有 现在有没有在地里长出来 所以曾经在花盆里种过 都没有一个都没有出来 那这个卡研辣椒呢也是它的辣味呢 就是非常非常的高 然后呢但是它的这种药效很强去痛 缓解这个关节痛啊 这是2020年哈 然后对这个外伤啊 对头痛啊 外科手术啊都是有很有帮助的 那另外还有一个这个双盲的试验哈 这是1991年的一个双盲试验呢 认为这个就是对这个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 那他们感觉他们的这个疼痛减轻了一半多啊 然后骨关节炎的这个患者呢 认为他们减轻了三分之一啊 那么就是在两个星期之后 他们都会都是有这样的感觉啊 那另外呢就是这个辣椒呢 就是我们大家也都知道我可以做这个生吃哈 我也可以熟吃都可以获得这个辣椒素哈 不用担心说啊我做熟了是不是就少了 其实生熟啊都可以都是非常有用的 然后呢其实就是刚才说这个辣椒乳霜哈 就是我刚才提到说我记得有这个减肥的哈 所以这个辣椒乳霜呢其实你也可以 比如说你有关节炎痛啊 关节炎啊或者是什么地方痛啊 比如说脚上啊有痛风啊 你都可以抹这样的辣椒乳霜 当然你自己抹的时候 你不能用你的手直接去抹啊 比较辣的 所以你要戴上这种一次性的这个手套哈 然后抹然后给它按摩按摩 让它进入你的皮肤里 另外呢也有这样的辣椒素的这种油啊 用这个还有风辣就是夹在里面去做这样 你自己也可以去制作这样的就是乳霜 好 生姜啊这个是我们常用的 我想朋友可能炖炖饭也许都会用到哈 尤其是生活在南方的朋友呢 他们就是有这样的习惯啊 因为南方的天气比较湿热哈 我们需要这个生姜来帮助排除这种湿气哈 这个毒气啊 所以呢这个呢 生姜呢在我们亚洲人呢用的呢 非常非常广泛也用的时间很长了 所以是一种天然的药物 我刚才跟大家分享的这个 朱莉的这个姜饼哈 其实这个生姜呢就是在西方哈 西人呢也用的也很多的哈 但是他们不像我们做饭的时候 都用的这么多的 那生姜的这种消炎抗氧化的作用也很强大 所以呢也只有这种我们可以生吃 然后也可以做饭也会用到的就是熟吃也可以哈 另外呢就是也会有麦这种胶囊的 就做成了这种营养素的这样的方式 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买到姜粉哈 这个大家都知道的有的人家里也用这个姜粉 那有在2021年的很新的哈 有一个这个骨关节炎的这种骨关节炎的 这个膝盖的方面的治疗呢 对这个方面的研究呢就是说这个生姜 可以有40%的这个作用可以改善这个疼痛哈 大概40%就是近一半了 然后这个生的和这个加热的这个生姜呢 对我们的这种肌肉疼啊或者外伤啊都有帮助 那比我们吃的这种震痛的这个药 布洛芬是一种震痛的药哈 跟这个药相比啊 这个生姜比这个药还要有作用 这个是2010年的一项研究发现的 另外呢2021年的另外一个研究呢 就是这种慢性的疼痛 如果你每一次哈如果你吃这个胶囊的话呢 100到200毫克 然后吃两个月就会减缓你的这种慢性疼痛 那能够比如说喜欢吃这个姜的或者是 就是能够接受的哈 然后呢可以试一试 如果你有这种慢性疼痛的话 你可以试一试哈 就是尽量减少这种吃这个药 因为药呢 对体内来说呢 它是一种抑制剂 而且抑制我们体内的 它都是基本上药都是抑制酶 所以呢抑制我们酶的这种产生 大家看过我的分享的有一个帖子的话 知道这个酶呢在体内呢 对我们的代谢很很重要 除了帮助 除了我们有一些消化酶 要帮助消化以外呢 我们体内的代谢呢 是离不开酶的 如果你是一个经常吃药 或者长期吃药的人呢 你的体内呢就会 酶肯定会少 再一个呢 有些药呢 会抑制有些营养的吸收 所以呢 你就会欠缺一些营养 所以呢 就是我们尽量的减少这个吃药哈 减少的用药 然后用一些这种天然的这种成分 那姜黄粉呢 是我跟大家分享 想讲这种调味料的时候 跟大家分享过这个姜黄粉 其实这个是 说是2020年有项研究 这个是在中国的 说是这种是一个姜黄粉 是一个中药材 我对这种说法 其实有点怀疑 因为我知道的这个姜黄粉呢 其实是印度的一个传统的 这种医药方面 他们用的比较多 而印度人呢 吃的这种饭里面 他们姜黄粉用的特别特别多 那么我对这个姜黄粉呢 我也是我到多伦多之后 我才知道的 其实我们的生姜里面 就含有这个姜黄素的这个成分 那姜黄粉呢把它单独的 就是说拿出来呢 就是它的作用呢更强大一些 所以它是很最有名的一种天然的消炎食物 我过去跟大家也提醒提过 如果你是有关节炎呀 有痛风啊 所以呢 就是你可以经常的去食用这种姜黄粉 所以你可以去吃 你也可以去外用 所以这个比如说你有痛风 你的这种大脚趾 比如说是肿的红肿的 你可以把这个姜黄粉呢 给它用水和开 然后或成泥的壶状的 然后就抹在你的大拇指那儿 然后用一个保鲜膜之类的东西 把它包起来 然后呢 让它能够过几个小时 或者你最好呢 比如说能睡觉的时候 然后能给它睡一晚上 所以经常这样用的话呢 会很明显的减轻的这种红肿 和这个疼痛的这种现象 那么这个姜黄粉呢 就是里边是有这种活性的姜黄素 这个成分 那么2019年的一项研究呢 就是说 可以呢 把疼痛呢 减少 减少50% 同时呢 它还可以起到呢 减轻我们的体重 然后呢 同时呢 然后还可以减轻疼痛 这是一举两得的一种好方法 如果有这个体重 比较担心体重问题的朋友呢 就可以去建议呢 就是这个姜黄粉 可以去经常去用一用 然后呢 姜黄粉呢 也可以作为茶 就是你可以去把它沖水去喝 然后有的人不太喜欢那个味道 那这个呢 是一个习惯 就是你慢慢的习惯了 你就知道 比如说很多人吃这种咖喱 那咖喱里面就是有这个姜黄粉在里面 所以呢 就是如果你喜欢咖喱的话 那你可能会接受这个纯的这个姜黄粉 然后你可以 如果你做咖喱酱的时候 以前我跟大家分享过我自己做咖喱酱 你做咖喱酱的时候 你可以再额外的多放一些姜黄粉在里面 那它的这种消炎作用呢 就是更大一些了 另外呢 有的人可能不太喜欢这种本身的这种味道 你可以使用这种胶囊 因为胶囊它是包在里面嘛 你不会尝到这个它本身的这种味道 那这个姜黄粉其实挺好买的 就是商店里面 西人的超市里面都会有卖的 如果你能买到有机的 那是最好了 另外你可以去买这个新鲜的这个姜黄 它的样子呢 长的就是像生姜 但是呢 就是比生姜黄一些 我有一个朋友说他去买了这个 就是新鲜的姜黄 然后呢就是但是做饭的时候 他就觉得那个味道太浓了 然后呢接受不了 那就是说这个 呀从来没有这样吃过 然后买过这个尝一尝 觉得好像接受不了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接受的一个慢慢的接受的一个过程 那就是如果是有这样的疼痛问题出现的人呢 就是说一天500毫克就可以 或者你本身想做到预防 就会能有效的预防 如果你有问题有疼痛的时候呢 一天你就要翻倍 你的量就要翻倍达到1000毫克 你就可以达到这种消炎的这个作用 消炎和减轻这种关节疼痛的作用 那还有一个最很有效的方法呢 就是这个姜黄粉就是保健品营养素这样的作用 把它做出来 它是已经发酵的 然后呢里边也添加了黑胡椒 这个我以前跟大家说过 就是姜黄粉跟黑胡椒呢混在一起 就合在一起的 它是就是这个黑胡椒是能够帮助 我们姜黄粉的这种吸收的 所以呢就是把它 一定你要吃这个姜黄粉的时候 或者你做咖喱的时候 你肯定是一定要加这个黑胡椒的 如果你去选这个保健品的话 就是说它的效果是最好的 然后呢它的活性会增加的 那这个呢姜黄粉呢 是这张图片呢 是我以前跟大家讲座的时候 讲这个调味剂的时候 分享过 所以拿过来跟大家再复习一下 也许我们今天有新的朋友没有看到过 那就是跟大家说 咖喱粉里边主要成分是这个姜黄粉 生姜里边也有这个姜黄素 我这个写错了 写的是应该是含姜黄素 然后呢就是这种药性很大很强的消炎 尤其是关节炎抗氧化 还可以保护我们的大脑 降低心脏病 预防癌症 所以呢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种就是调料 它是脂溶性的 所以呢就是说 在做的时候 做这个姜黄粉的时候 就是你先去做这个咖喱粉的时候 你先去用这个油去 当然不能用高温的 就是油是温的这个油 然后去炒你的这个咖喱粉 或者你直接用这个姜黄粉也行 你直接是用油去 温的油去炒它 因为它是脂溶性的 所以它要通过油可以吸收 所以呢我们的咖喱粉里边 咖喱酱里边呢 如果你从外面买的咖喱酱 就我以前跟大家分享过 就是这个里边的油 除了是氢化油 是太太太不健康了 所以不推荐不推荐大家去买 所以如果你要买的话 你一定要看一下这个 你买的这咖喱酱里边的油 是什么什么油 所以它里边肯定是带油的 好那Omega3 Omega3呢是我以前呢 也跟大家就是讲这个油脂的时候 我们有三讲的都是讲的食用油 然后就是讲的比较细 讲到了Omega3 那这个Brian在这里的分享呢 就是这个Omega3呢 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是健康 有它去消炎作用 而且呢我们只能通过食物 才能获得这个Omega3 我们身体需要 可是我们身体自己不能合成 我们必须通过这个食物 才能够获得 所以它也叫必须脂肪酸 就是必须通过吃才能获得 所以才叫必须脂肪酸 那成人的量呢一般建议呢 是一天100毫克 如果你有这个疼痛 你需要消炎的时候 你就要加量 只达到了10倍 那1000毫克一天 你就会有达到这样的一个作用 消炎和驱动的作用 那另外呢如果我们是经常吃一些坚果啊 种子呀这些东西哈 它的里边呢就有一种 油脂叫ALA这样的一种形式 那这个形式的呢 就是它会在我们的体内呢 它会把它转换成Omega3 所以呢如果你可以经常吃的人呢 就是会知道它可能就是吃的量比较多一点 比如说我经常会 几乎每天都会去吃一点生的坚果 所以坚果呢 我好像跟大家没有分享 一定要去买生的坚果 有机的生的坚果 也是跟刚才说到亚马子的是一样的 不要去买这个炒过的 炒的时候它的油已经出来了 那已经在外边放了那么久 所以你想一下它的油还新鲜吗 然后热了之后的这个油呢 就是它其实是你吃起来很像 是因为它的油已经出来了嘛 所以呢你自己买回来 生的有机的没有含盐的 然后自己在家里可以加工 比如说你喜欢吃甜的 你可以把它稍微烤一下里边 上面加一点蜂蜜啊 蜂姜啊这些东西哈 你都可以或者你弄一点红糖 把它做成糖浆 然后去把它和在一起 裹在一起 你自己可以或者你喜欢咸的 最后放一点点盐呀 或者什么之类的 所以一定是自己去加工 那这个ALA呢 如果你经常吃 还有包括我们吃的这个 亚麻籽油啊 奇亚籽油啊 也都是里边的ALA的成分 那它在我们的体内呢 就会转换成这种DHA 或者EPA这样的 然后呢我们的身体才会去吸收 那如果是你吃这个鱼的话 每周呢建议呢 吃这个两到四次这个鱼 但是呢就是你买鱼的时候 就是也有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鱼 我们比较担心这个重金属的问题 因为海水有污染哈 有重金属的问题 然后呢所以呢 就是大家要去买这种野钓的 最好是阿拉斯加的哈 这种三文鱼 那么这个2021年呢 有一项报告呢 研究报告呢 就也是强调了哈 再次证实了就是说 这种野钓的这种三文鱼呢 是比较健康的 如果你是喜欢吃鱼的时候 那现在这边呢 其实是我刚刚看到的一篇文章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我觉得比较的震撼 就是这个是 加国无忧的一篇文章哈 然后呢就是还算比较可信的 加国有比较大的一个华人媒体 那就是说到我们现在的 加拿大的超市 或者这个中餐馆出售的 这个海产品 有一半货不对版 它指的是就是它的标签 标的是什么 其实这个食物 这个海鲜本身并不是它 所以它就是一次充考 大家看到了说46%的产品 并不是这个标签上 著名的这种食物 这种鱼 它都是很多用一些很便宜的 很廉价的鱼呢 去冲刺 冲就是来冲刺这个 好的这个鱼 这是有这个英文的这个报道 然后呢 这个CTV的这个新闻的报道 然后呢 现在说 因为这个我也是刚知道说 80%的海鲜 加拿大80%的海鲜是进口的 然后这个加拿大本国生产的 大部分产品的都是出口的 然后呢 所以呢 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 我知道我们买一些鱼的时候 有时候会买到挪威的 挪威的鱼呢 等于是这个出口 出口这个三文鱼呢 是全球很有名的 它应该大概是出口量是第一吧 所以加拿大也有进口它的 有时候还会进口 加那个挪威的这种虾 就是北欧的一些虾呀什么的 所以加拿大呢 如果你能买到本国的 我们都是鼓励大家们买 就是吃当地的食物 减少这个运输 然后呢 就减少了这个营养的这种流失 因为整个运输的过程 就会有这个营养的流失 所以呢 如果我们买当地的产品呢 就是也是支持我们当地的经济 那这个文章说蒙特利尔的 如果我们在座有蒙特利尔的朋友 说蒙特利尔的这种海鲜欺诈比率最高 百分之五十二的产品 显示都不是跟它的这个标的这个 标签跟它的这个食物呢 是不相符的 那多伦多和渥太华呢 有百分之五十的不相符 那哈利法克斯呢 是最低 因为哈利法克斯那边的海鲜 当地的海鲜比较多一些 也许他们就是比较的吃的 真货比较多一点 所以呢就是说餐馆里边 往往呢就是说比超市的 还要用的一些假货哈 所以呢就是大家在 我们这个可以看的快一点哈 如果说你在 他说到这个鱼哈就是这个 一个组加拿大的一种海洋 加拿大这个组织哈 他抽取的这个样本 94个海鲜样本里面 有13个这个鲦鱼样本 只有两种是真正的 然后七种是这种很便宜的 这种多费鱼 还有其他的 所以大家想一想啊 他都是以这个很 廉价的东西哈 便宜的东西来卖这个高价 让大家就是我们一般 普通的人呢 老百姓呢是区分不出来的 另外呢就是说到这一点呢 我是比较吃惊的说这个白金枪鱼哈 白金枪鱼哈 然后这个样本他们发现呢 很多呢是廉价的这个鱿鱼 所以我们就是经常有时候 我们偶尔的也会去吃这个寿司哈 所以寿司店里边的这种白色的这个金枪鱼 他说哈基本上呢都是说他大多数都是鱿鱼 而且呢这个鱿鱼大家看这个地方的蓝色的哈 这个文字说的这个鱿鱼呢就是里边的成分呢 是我们人体难以吸收和消化和吸收的 在那个很多国家是禁售的 禁止卖这个东西 而且呢就是会让人的这个港门呢不断的冒游 所以呢被称为海洋蟹药 所以这个东西呢现在呢是其实是对我们身体的伤害 所以大家知道了哈 比如说你就可以说减少我不去吃这个白色的金枪鱼哈 如果你不能够保证是你知道的 还有这个血鱼的问题啊 这个我们也是很难能够变出来 因为这个鱿鱼看起来真的是很像这个血鱼的哈 包括他的那个皮他的那个肉 白色的那个肉啊 所以是比较的可怕的啊 所以现在呢他们是就是当然是强调这个在监管方面啊 因为我们人呢就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呢是 做不到去能够辨别辨认出来他到底是到底是不是哈 所以呢这个就是加拿大的这个监管机构提出来了一个 啊一向这个重要的任务哈 重要的这种挑战 所以他们必须保证我们的这种食物必须是 货真价实的啊那说到这个奥米加三 所以我们也是有这个除了吃一些鱼哈 我们也一些保健体大家都知道有鱼油哈 很多人都知道啊然后也有鱼干油都是这种补充奥米加三的 还有一些素食者比如说他不吃鱼的哈 他不想吃这个鱼油因为鱼油里面呢啊 还有一些因为有带有腥味哈 有的人也不喜欢那个味道不喜欢那个腥味哈 所以他会加一些调料在里面一般会有柠檬味的呀或者是水果 比如说这个姜果味的呀所以他会改善一下他的这种鱼油的味道 那这个素食者呢他有这种绿棗的这种油 那绿棗油的这种吸收呢是有很多很多的这种营养必须帮助他去吸收 所以呢不是说你单纯的补充这个绿棗油就可以获得或者你就可以吸收到 奥米加三哈也同时也要看你比如说你同时也在补充多维片 或者你同时呢就是有几种比如说锡呀美呀 这个点呢很多的这种维生素D呀什么的哈 有很多的比如说你同时也体内不缺这个同时呢你可能才能保证你的这种素食者的这种绿棗油呢可以通过绿棗油可以获得你的奥米加三 那这个建议呢就是说每一剂呢如果你购买的话每一剂是1000毫克的这样的 所以你要去看或者他一粒就是这样的1000达到1000毫克 那2006年有一个研究呢就60%的这个关节炎的这个患者呢就是有60%的改善 好转他的这个疼痛好转啊所以他们也是服用两个月之后就有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许多人呢就是两个服用两个月之后呢就不再用这些止痛药 比如说像布洛芬这样的止痛药啊不再去用了 还有另外呢07年呢有一项这个研究说是 总体的这种啊使用这个就是补充这个奥米加三哈总体的这种关节炎疼痛减少 然后呢应该有的人呢就是早上起来之后呢腿是僵硬的啊比较疼啊 然后呢这些呃使用这个一段时间奥米加三的这个补充剂啊之后的呢 他的早起的这个疼痛就减少了然后呢关节就不是那么僵硬了啊也缓解了 然后就可以开始就减少他的这种药物用量 那这个奥米加三呢这个这张的PPT是我以前跟大家讲这个食用油的时候分享的 说到奥米加三和六呃这个地方呢我也跟大家再强调哈 奥米加三和六呢都叫必须脂肪酸但是我们说三是具有这种消炎作用 而六呢是有这个醋盐或者消炎所以它是一个双面的哈 有醋盐或者消炎而且呢还有一大问题呢就是因为我们体内的六呢含量呢就是太高太高太高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吃的食物里面的六呢奥米加三 奥米加六的量呢特别高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体内的这个六呢就量很高 所以他们的比例呢是失调的啊所以最佳的比例呢一般的三和六的比例呢是一比四 或者有有的说法说一比三或者有的说法说一比二都没有关系啊 大家知道看到这个量是比较低的就是六只比一呢比三只高一点啊 但是我们现实情况呃就是说呃有的不错的地方可能有的人呢是一比十 那北美的情况可能就一比二十以上有的地方可能达到一比三十 所以我们的这种呃还是就是这种症状或者这种情况呢还是比较的呃严重的所以呢我一再的跟大家强调就是你要特意的去吃这种奥米加三的食物油脂哈啊 或者你去补充鱼油啊什么的都可以的哈然后我们这个地方跟大家以前也分享过这种富汗三的这个食物和油脂哈都有什么 然后鱼也是一个我也跟大家推荐了这种呃购买这种野钓三文鱼哈这是我们营养师推荐的一个网站哈我会我吃的我家吃的这个三文鱼都是从这里买的它是野钓三文鱼啊然后大家谁想用的时候还可以用 然后呢这个奥米加三的作用这以前跟大家分享过哈还有另外说到这个亚麻子油因为它是ALA的这种呃形式呢但是到我们体内呢是会转换成这种呃呃呃DHA呃所以呢就是这个是呃呃每日我也是跟大家推荐的每日食用的这个因为这个呢是一个比较浓度很比较高的一个亚麻子油它同时里边添加了这个维生素E所以呢 它可以就是抗氧化保护我们的皮肤眼睛啊心脏啊所以呢这个如果你想购买去这个网站购买你是注册的时候你是需要这个呃医生啊或者营养师的这个推荐码的时候你是自己作为一个普通的用户是不能够直接注册的所以是必须是这样的所以如果你注册的话你就可以用我的这个推荐码来注册 然后自己来购买啊那这个brand推荐的另外的一个柳树皮那柳树皮呢这个呢是我其实我也是第一种第一次知道大概是中医里边我知道呃我听说应该是有这样的一个药材的哈 他说这个是阿斯匹林的天然替代品啊我们当然自己去采哈哈比较麻烦他说也可以自己去采哈哈所以这个是比较麻烦的所以呢就是大概我们可以去一些药材店是可以买到的哈然后呢就是另外呢他也有一些做成的 比如说胶囊啊一些还有液体啊这样的一些呃形式大家也可以购买所以他经常是用来用的就是阵痛消炎啊止痛然后有这个研究2015年这个研究发现是有这个柳树皮是有减少这个疼痛的作用啊然后呢对这个急性2001年的这个研究呢认为对这个急性的疼痛呢他呢跟这个阿斯匹林呢是有同等的效率啊所以呢就 这个柳树皮这种天然的成分呢是天然的这个食物呢是非常好的啊美呢是另外一个营养素哈我们我跟大家以前呢其实也分享过哈一会也会复习一下哈那这个Brian呢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美呢是在2020年有一项这个研究啊那发现呢就是这个是美呢是能够缓解头痛啊包括这个急性的这个偏头痛啊或者你会因为紧张 引起来的头痛啊或者是手术后的这种疼痛或者神经痛用这个美呢都可以起到这个减缓的作用啊然后呢如果你的体内的美不足的时候啊你会也会引起一些疼痛比如说偏头疼也许你的偏头疼也许是因为你的体内的美不足所以这是2021年的一项研究发现那我们食物呢就是一些颧骨物啊 坚果啊奶制品啊菠菜啊这个里边呢就是含的美量呢比较高所以呢大家可以多吃一些这样的一些食物那营养素呢你可以选取营养素啊那对这个普通的这个建议呢就是男性呢稍微高一些哈大概都是在300毫克左右女性呢就稍微量比较低一些那这个美剂呢是我以前跟大家讲这个营养素的时候哈这是一个一个PPT的一页图 给大家拿过来来复习一下那我们缺美的人群呢就会有肠胃的疾病啊有糖尿病啊还有长期饮酒的人还有老年人还有就是你的大脑神经的这些问题呢都会是因为这个缺美会引起这样的一些问题或者你有这样疾病的人呢你体内的美呢肯定是不足的还有喝咖啡的人也是 那北美呢有50%的人都会缺这个美那对这个疾病的帮助呢就是对我们这些高血压心脏病啊糖尿病骨质疏松啊偏头痛啊刚才说到了哈便秘失眠呢都有这个帮助就是补充这个美那如果这个美呢是不容易检测到的因为这个美呢不是在血液里边所以我们检查的时候是查血 所以呢你是很难查到你的身体缺不缺美但是通过一些症状就能知道啊你是不是缺美或者呢你比较紧张啊失眠呀有疼痛啊都是你都需要这个美然后呢就是因为这个美是储存在细胞里或者骨头里的那有好吸收的美呢一些补充剂呢它有不同的形式哈我在这里边给大家列举了啊还有呢这个美的吸收呢跟你的记忆也有关系的 你的基因里面是不是先天对这个美的比如说吸收就有问题或者有效的利用也有问题比如说美在你的体内很多但是呢你自己呢可能就是因为基因问题你吸收不了啊所以美呢还有这种液体美和这个胶囊哈啊那我今天先到这里我看大家有什么问题先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 啊有一个朋友问 这个美这个美就是这些就是补充剂啊什么的如果你有什么要需要购买你要需要跟我联系因为我了解的建议的肯定都是我我自己了解的啊就是高质量的啊然后是有一个朋友问这个盐性体质通过持优质的高纯度鱼油 是否可以改善啊鱼油高纯度的鱼油就是Omega3Omega3就是有消炎的成分啊消炎的作用的所以啊肯定会改善的呀啊姜果那张PPT给我看一下吗你说的姜果是我下我下一次要讲的是下一个哈不是今天的所以我今天先到这个啊美的这个这个话题 那我今天今天的今天的今天大家如果没有那个没有问题的话那我们今天的呃讲座先到这里下一次呢就是会这个朋友要你要跟这个一会儿我们的那个李主席呢会告诉大家怎么加入群里啊一个叫陈姓陈的朋友啊你可以加入到跟他加微信加这个中心的微信然后他会把你拉到群里边一个姓陈的朋友 啊啊那李主席我的讲座到这里有一个朋友可能想入群啊李主席交给你了啊李主席的话图没打开啊我就撤了非常感谢大家我们在啊两周之后再见好的好的谢谢谢谢李老师谢谢 谢谢啊 啊下边是那个乐陈陈那个家园论坛啊下边 啊下边有 啊下边7点到8点啊是乐陈陈的家园论坛啊 啊下边7点到8点啊是乐陈陈的家园论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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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老师到没有张老师张老师 嗯 学代老师到没有 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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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